接下来第三 说是剧情雷 比如第一集 说这大闹梁府那一戏 小燕那会儿 扮成新娘子很漂亮 那会儿变成你老太太 他们说一出了一物 怎么这样 这个当时人有什么要说的 因为我当时看剧本说 因为在老板那个新娘的那个戏 是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就是他吹开盖头的那一瞬间 当时我也特别喜欢那个新娘妆 对啊这个 当时觉得好漂亮好漂亮 然后听说要是一个老太太的形象 我当然也觉得挺遗憾的 我都觉得挺好看的 你这老太太 是吗 这个我想起来 《新娘妆》里边那个 跟孙悟空打架的那老太太 谁啊 陆小玲同老师自己扮演的那个 就可能他想要一个就是 更喜感更搞笑吧 就更闹腾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你觉得能接受啊 能 也可以 对 女孩都愿意自己漂亮 老是成那样不挺好吗 对啊 这就属于感都不感言了是吧 最后就是用自己的脸 涂那个化学乳胶皱出来的 所以当时心里其实挺挺 有一点点难受 因为我很怕那个皱纹回不去 就是你看现在还没回去 这孩子怎么老打人呐 老批是动手 接下来还有一个雷 说你们这个表演雷 这网友说 说表演假 比如说我阿哥第一次见紫薇的时候 应该是如何如何呢 但是没有皇家气势 感觉好像挺雷 是吗 嗯 第一次见紫薇啊 可能说有的网友会讲说是 我看到紫薇的眼神是像在在看小燕子 刚好是一个回头一个转身 然后紫薇正好走过来 然后从底开始打亮到上面 不一样 原来我在宫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妹妹 又想多了 你也知道 这个爆发户跟贵族之间是有区别的 他的整体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今天现场 让他表演一下皇家气质好不好 好 我是永齐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还是叫我永齐吧 什么词我不记得了 好 慢了吗 慢出来了 慢出来了 怎么是慢不是喷吗 你们那个原词是吗 这其实挺有贵族气的 就是名差点 永齐吗 永齐 还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 宫中哥哥本来就是虚构 就是给当代年轻人看的戏 新环珠的风格和台词语言 非常符合我们的口味 这个夏天我们全校也都在看新环珠歌 好 好 你好